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part 2 美丽教祖 首先老师在这边先恭喜 全国的观众朋友 以及老师家族的朋友 礼拜五 你有收看老师节目的 相信都已经赚到那个光 那个光是什么 预金光跟仙金光 再来早上老师跟Light的家族朋友说 今天要留意什么 网通 果不其然涨停板 好我们看一下是哪一档呢 好 星通 那等一下再来讲 为什么老师知道他会涨停板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大盘 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 美国公布他的就业数据 然后突选出什么 薪资稳健的成长 那这时候呢 7月份FED升息一码的几率 就达到了大概九成 好 那这样子 你看加权指数今天怎么样 加权指数呢 今天是涨了22点 好 你们知道吗 盘中最高涨多少 134点 好 那看一下台积电 来 台积电收平盘附近 好 这个大盘是不是像老师说的 没有想得那么早 不要杀低 好 那再来呢我们就要留意什么 礼拜三 好 再来就是礼拜三晚上要公布最新的CPI 好 假设CPI又低于预期的话 好 那这时候呢就联准会或许那不会升息 那假设好 七月是升息 最后一码九月不再升息 好 那这个大盘就会持续上涨 那这样子影响这个大盘这个因素就会消除了 好 那你们有没有印象 记得老师上个礼拜五在盘中的时候 我说有投资人打电话到公司 他在16595的时候他很恐慌 他说这个盘要跌了 我想把股票全部卖出 我说千万不可 为什么 因为老师盘中发现什么 K值已经到了超卖区 有没有 我说K值到二十几随时会反弹 那今天早上是不是最高涨了 盘中有反弹到134点 好 那再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要知道 今年上半年外资贿赂了多少 他贿赂了243亿的美元 他已经超越了去年的一年 那我也跟大家说 去年一年外资汇出了一百零几亿 那大盘是跌一年 那今年上半年外资已经汇进来了243亿美元 那不用再担心了 如果说礼拜三晚上 数据是低于一期的 好 那这时候美股又开始反弹 那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要想到台股是不是也是跟着就反弹了 那这一波这个利空就过去了 好 那影响台湾最重要 我们的数据又是什么 好 我们的六月制造业PMI 有没有 终结连三点 我们的指数已经回升到48.3 所以下半年有望逐步复苏 那这个都是在跟我们说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告诉我们 其实制造业最差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好 那如果用指标来看 来 我教大家看 你看 月MACD如果做一个黄金交叉 其实它会有一波涨幅的 好 你看 2020年的10月 最近的一次 月MACD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指数就从12664涨到多少 18619涨了18个月 好 再近一点的是 2019年这边也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那指数也从11358涨到多少 12197涨了三个月 讲这么多就是要跟你说 拉回就是一个买点赶快买 前一波如果 如果前一波呢 你四五月有看老师节目的 你应该知道 老师从15424那时候的状况 跟现在一样 那我跟大家说 当时我就说这个点不能再出了 因为KD值已经超卖区 那果不其然这一波 我就带这个观众朋友 我们从15000做到多少 17000 中间赚了多少 快2000点 好 当时的台积电在哪里 台积电当时跌到49 4.5 当时也是大家都很恐慌 那我说这个是一个买点不能再卖的 那果真从49 4.5涨到59 4 也涨了多少 100块 大家知道吗 今天高盛调高了台积电的目标价700 那台积电收多少呢 台积电收了565 所以是不是还有一波的涨幅 好 你有印象吗 礼拜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台币 台币贬到这边真的是差不多了 好 你看喔 2022年11月台币就是31.3到31.7 这个贬到这个地方 好 这时候的加权指数怎么样 你看喔 就从11月最低点 2022年12686涨到多少 17346 好 那台币如果这几天 贬到大概31.5啊 不再贬了 那这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什么 第二次财务翻倍的机会 因为上一波或许四五月到这个六月 或许你没有赚到 但这一波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第二次财务翻倍的机会 好 那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这个七月六号的时候 当时跌很深嘛 对不对 我说要怎么样 要买光学股 就是那一道光 今天虽然尾盘杀下来 但我们来检视一下 好 来检视一下老师这个先进光 好 我是什么时候带我的会员 做一个买进的 我当时我记得在七月五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我把手上的持股降低到五成 然后换了一档 低位皆加OTC的股票 是哪一档 就是先进光 好 那你看我七月五号 对不对 大盘这个还没有杀的时候 我说再来会面临套牢量 所以我会整理一些股票 那我换了什么 低位皆的苹果 那这档个股一定要有上柜的成分 好 那果不其然 你看这手上的股票 你看虽然它早上最高有来到130 那虽然杀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没有回撤五日线 它只是留一个上影线 但它整个趋势还是向上 头肩底 打底完成趋势向上 而且它KD还是持续向上 好 你会说老师 那这个先进光留了一个上影线 该怎么办 其实我讲过了 多头四场留上影线你没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 有些人他获利他会提早下车 但是这个筹码呢 我发现先进光的筹码 它都落到什么 你散户卖然后主力就买 然后散户卖 哇 冲到快8% 好 那我说过 你看它融资使用率 已经来到了47% 那要注意哦 这档先进光 有可能复制滑行光的走势 因为之前那一波滑行光 我也是发现当 我们看一下 那时候在51.5的时候 这边我带会员进场 在这边第一时间公开 当时它在拉的时候 哇 融资使用率也是越来越高 本来40几然后到60几 结果一路就喷到 哇 翻倍了135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进光的周线 你看我把它放大 你看周MACDD跟翻 有没有 然后周K连两口 再来周KD呈现一个黄金交叉 好 那周线 周K才刚交叉 周MACDD才第一跟翻红 哇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早上我用月线来看 我真的不夸张 这档个股会持续涨 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知道它会持续涨 因为我知道我的个股是怎么样 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它会些微的慢慢的涨 但是如果开始喷出大盘开始 每天涨一两百点 一两百点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 就会喷出 而且每天就速度很快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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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涨 那我们就用一档来做一个例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用这档好了 广运好了 好 我们把它放大 大家如果是我的粉丝 忠实观众 你应该知道 我是买在这个35块附近 好 当时它还是周MACDD跟翻红 那当时我会买它 情况跟现在的这个先进光 是一模一样 好 结果你看它涨 那时候大盘在震荡它涨降 结果开始大盘在急 在开始每天都一两百点 在喷出的时候 它这档个股就这样 一涨停 涨停 涨停 有没有 创高 那我是在这边卖掉 那所以先进光 我们就持股去报 好 因为这个 它这个月线 我刚看了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月线真的是 才刚站上两年线 好 这个来看一下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我说它还有 至少40块的空间 好 你看一下 这个是月线 你看一下如果它这边过了 比如说它这个大量过了 哇 它就挑战这个 2021年的高点 好 那你们会觉得说 挑战很难 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今年的个股 我们看一下滑星光 你能想象它会喷到这边吗 哇 最高涨到151 好 不要说滑星光 我们来看一下尾创好了 你能想象尾创从这个三四十块 涨到最高到多少 107.5 所以说今年的股票 你只要抓对趋势 它就会是腰股 就一直涨一直涨 涨不停涨到你真的是 卖掉都觉得可惜 然后你就会后悔说 为什么每档标股你都买到 但是你就是没办法转一大坡 好 那除了这个仙境光 是普通会员的之外呢 好 特别会员老师带的是什么 玉金光 好 那玉金光 今天的走势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 好 今天也是涨了1%多 它是不是温和的延武日线的上涨 有没有 你看老师的光学骨的走势 有没有 头肩底持续的上涨 有没有 你看仙境光也是 做一个喷出 头肩底之后做一个喷出 反观加全指数 他现在在这边做震荡 所以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 拉回找买点 而且要找低位接骨 再来有产业前景的 然后再来就是筹码被什么 主力 外资 同性给锁定住的 这时候它就会呈现 大盘在叠的时候 它就温和的上涨 大盘开始反攻的时候 它就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 多好 对不对 好 其实呢 我真的觉得你们要珍惜像老师这样子的 的这个分析师这么说 你看大盘那一天 你看大盘在叠的时候 在这边叠两百九十几点 我跟大家说不要怕 我买的是光学骨 好 礼拜五 收一个最低的时候 我说不要怕 绝对不能杀低 结果收一个下影线 那今天呢 果真不叠了 而且老师在这边 我都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我买的是光学骨 你看当天 这一天 有没有 这一天收一个上影线黑K 我说什么 我说我买仙境光带会员 当时收113 我第一时间在这边公开 结果今天是不是持续上涨 对不对 我也知道蛮多仙境 也是都看好老师的个股 但我也没有关系 老师早上一讲 然后下午一讲 结果大家都讲一样 但我也没关系 因为股票就是要大家讲 大家买才会涨 但是我们是第一时间买在什么 起涨点 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会第一时间知道 买在起涨点 因为老师是什么 我是金融AI智慧选股 那如果你是长期看老师的节目 你应该知道 老师说过 其实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什么 我晚上回家 八点多资料出来了 我就会用老师的AI策略选股 我把今天的股票跑过一次 然后我就会知道隔天最强的股票是什么 所以老师是不是常常都买在波段的起涨点 好 那这个是 有没有 这个是五六月份的绩效 你看华欣光78% 广运63% 有没有 M31有没有 35% 所以五六月份的绩效是316% 所以我七月份我也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曾拉回要把握第二次财务分配 重新分配财务翻倍的最佳时刻 一定要把握住 所以老师推出了一个女王翻倍计划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会员手上的郁金光 你看我讲过 我们是在400块买的吗 400块在这附近买的对不对 每天涨 到今天已经涨到多少了 420 那如果你是看老师节目 第一时间是403 405 老师每天在这边讲 那现在也到了420 所以一张价差多少 17块 10张就是多少 17万 但是呢 后续我还是持续看 好 因为怎么样 因为呢 我发现郁金光 其实他六月的营收 他月增56% 年增多少 也是快1% 而且法人一周已经买了2000多张了 好 再来 大家知道吗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外资的成本快400块 主力的成本快415块 所以呢 老师的成本跟外资差不多 那主力最近才刚开始买 所以我们就持股去报 那我就在想啊 你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分析师 像我这种分析师 这种老师 我都是在一档个股开起赏的时候 我就在前一天晚上用我的AI智慧选股选到了 然后我就会在隔天8点半之前发给老师的会员 所以老师的会员都知道最强的是什么 你看哦 即便是这个 好 即便是7月6号大跌嘛 我还是第一时间跟我的会员说什么 我们手上的郁金光400块 低位皆补涨续报即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一路续报 老师还是持续的看好 好 那针对刚刚的话题 7月份是老师的生日 那刚刚有人跟老师说 老师你的股票都好强哦 真的是红韵当头 对 老师想把我的Lucky 分享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我特别跟公司来争取了一个方案 叫做Lucky7方案 那是什么方案 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老师请助理跟你们说明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等一下老师要跟大家说 我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说 非买不可个股 对不对 今天又涨咯 是哪一档 等一下再来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成功头顾美女老师 华星光67% 广运63% 励志31% 精彩26% 精准累积报酬95% 即将推出女王标股 尽情把握跟上脚步 刷三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庆祝成功头顾美女老师 7月生日会员大转 特别推出幸运777 寿星专案 特别推出幸运777 寿星专案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庆祝成功头顾美女老师 7月生日会员大转 特别推出幸运777 寿星专案 特别推出幸运777 寿星专案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我不要得传病毒 完全有消毒 可能会传染传病毒哦 我不要得传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 有人可能会传染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洗手 脏卫生肠病毒远离我 好 欢迎回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早上老师在8点50分 是怎么样发一个讯息给老师的家族朋友 好 我说今天是7月10号 你看我说台股随时反弹 这几天拉回早买点 那我网通这边写心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心通今天的表现 哇 尾盘手掌停板 这一档个股老师是第二次在Light 跟老师的家族朋友分享 好 你说老师我也想要加入你的Light粉丝团 老师的右下有一个这个QR Code 那你可以扫或者来 或者给你们30秒扫QR Code QR Code老师会9点前 我会把今天最强的股票 然后跟今天的盘事在上面做一个分享 再来线上零距离的互动 我不是说那一天这个几叠吗 礼拜五吗 然后呢 就有粉丝就很紧张 然后就敲老师 老师怎么办 他想把股票都卖掉 那我说千万不要卖 果不其然今天是不是就没有叠了 就直吻了 好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 跟老师家族朋友一样 就是每天早上都收到老师的讯息 以及知道最强的个股是什么 那你记得少老师的Light 好 那再来呢 好 我们要这个开始讲咯 就是我上个礼拜有说非买不可股 好 今天呢又涨了 又涨了5块钱 早上最高涨10块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档个股你看又上咯 再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日线图 你看上个礼拜 他留一个下影线对吧 所谓的下影线就是低档有支撑 好 今天又持续的上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档个股 外资现在持股15%了对不对 投信天天买 好 已经买了6千 快6千张 好 亲爱投资朋友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这么开心 笑容往上扬 因为2022年这档个股我赚很多 我带会员赚很多 好 你看喔 当时是120站上两年线 他冲到4.7倍 冲到688 这一波投信买上去的 现在又开始了站上两年线 要不要把握 当了要啊 你说老师你们的成本170 现在已经差很多 还后面空间还很大 我讲过了 滑星光 你看我是515在这边买 好 我们在这个 这边附近89卖掉 后面还不是在涨最高涨到150几 还是空间很大 我赚了快这个70几% 但是后面他都翻倍了 所以这档个股刚开始要好好的把握 好 再来 我们看一下 其实他是第一季是亏损 那他第二季有机会计增20% 转亏为盈 亲爱的 你知道你可能没有印象转亏为盈会怎么样 那我就来讲一下 当时一拳 老师说这档个股呢 我35块的时候我们还去报 我说这档个股是转亏为盈股 对不对 35块 亲爱的 你知道现在一拳多少钱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哇 他涨最高49 不卖耶 天天涨 所以这档个股要好好的把握 好 你说老师 你五六月份的绩效是如何 五六月份 我帮我的会员创造了316% 华星光78% 有没有 广运63% 卖掉了他们都续涨 M31 35% 但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永远不可能卖到最高点 我们赚自己该赚的就好 那我五六月份创造了316% 那我七月份我要超越它 所以我推出了一个 Lucky Seven的生日方案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生日方案 老师想把我的好运带给你们 顺便我要创造超越五六月份的绩效 那广告的时候大家电话咯 明天准时带你进场 拜拜 苏立芬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苏立芬老师照片及简介 成立Lite Edg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支股票 及收取不当支费用 苏立芬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人除陈通投顾联络电话之外 个人绝无经营任何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5% 即将推出女王标谷 尽情把握跟上脚步 穿在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庆祝成功头顾美女老师 七月生日会员大转 特别推出幸运777寿星专案 特别推出幸运777寿星专案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陈托同统酷 拥有股票 其货 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托同统 指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站住 别跑 别跑 7